就去打仗的時候 磨牙的立雅門人跟他打仗 他打不過人家 這些人都來攻打他 他就把師班派在前面去打 你們記不記得這件事情 他就把師班穿潔淨的衣服唱歌在前面 神就派他死者把他的敵人給打敗 這是他最出名的事情 他是個敬畏神的人 可是為什麼講他罪人道路呢 因為他跟雅哈結親 他去幫助雅哈跟雅蘭人打仗 雅哈戰士 結果雅哈的孩子 雅哈謝然後就雅蘭 他就幫助雅蘭去打磨牙 記不記得 那為什麼會這樣幫助呢 因為他跟雅哈結親 所以你在讀葉王記的時候 讀得非常辛苦 為什麼對得很辛苦呢 因為雅哈謝雅蘭都是從此出現的 你也不知道這個雅蘭是北國雅蘭 南國雅蘭 那你說怎麼會他取那麼多 Pop的名字 又不是Damon是David 那怎麼都是這麼 都取這麼靠近的名字呢 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結親 所以他的孩子叫Name After 你知道嗎 就是跟著他的親家在面臨取名字 所以這個就有兩個雅蘭在同時存在 所以他為什麼會出了問題 因為他結親 結果他的孩子就一個一個怎麼樣 孩子就取名在雅蘭 然後就雅哈謝 然後就是取那個名字 結果雅哈謝後來就武則天 我們知道有一個武則天出來 就是雅哈利亞 就自己佔了位置 結果他的孩子 耶和阿斯就被那個祭司給保護了六年 對不對 所以你聖經這個東西為什麼會亂呢 因為他站在最冷道路 他本來是個屬神的人 他還知道找這個耶和阿斯的先知 對不對 可是他因為跟他連結 所以他跟他掛鉤 他把整個國家 算是好王 可是他孩子沒有跟他好王 因為他的兒子需要暗利的孫女 結果就整個國家往下走 第三個 講到福祖血脈的座位 變成一個Marker Marker就是說Advocate 這個人不相信上帝 所以這個年代一直往下傳 傳到最後要王國的時候 你要胡懂先知書 最後五個王是一定要知道的 最後五個王 你不知道你的什麼以西結書 約利米書 讀起來都一頭叫你 裡面有了很壞的兩個王 一個叫約雅紀 一個叫西底嘉 各做十一年的王 那尤其約雅紀的 在朝那個約雅紀的時候 你發現呢 約利米受神啟示 是寫了這個書卷給他讀 讓他悔改 他把他拿來怎麼樣 用紋色的刀子 各人都在鍋裡面燒了 在歷歲我們講 焚書坑爐呢 這個人家早就有了 早就有了 我們是公元前群死亡 兩百多年的事情 人家那個多少年就有了 焚書你看這個人 把神的畫給燒了 坑爐呢 西底嘉 他把那個這個 這個約利米弄在水井裡面 有沒有 你們記不記得這件事情 所以我在教約利米書的時候 叫他焚書坑爐 他們全都記得 所以你可以看見 這個一個人 真正服侍神的人 第一個先這樣 為神怎麼樣 有所不行 然後再次怎麼樣 為神有所行 所以丟子妹 假如你能夠不生氣 不說憤怒的話 你能夠做到這個時候 我覺得你才可以開始服侍神 假如你那個怒氣出來 不得不講呢 那你最好不要讓知識會少翻了 你發現 教會裡面最大的矛盾是什麼呢 每一個人都覺得他為主做功 可是都出問題 他都沒有私心 當然沒私心啊 心是沒有脾氣是有 所以一個教會 一個教會就出了問題 所以魔鬼就借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使用一群 沒有辦法控制的人 所以我們看出幾書聖經 我們看一下彼得前書 你的前書 第二章 第十一節十二節 你的前書二章十一節十二節 知道嗎 知道嗎 親愛弟兄們 你們是客裏 是寄居的 我勸你們要禁戒肉體的私欲 這私欲是與靈魂陣戰的 你們在外販人中 應當平靜端正 叫那些毀放你是作惡的 因看見你的好行為 便在現場日子 歸榮耀給神 所以正面先講說 好行為前面是怎麼樣 禁戒 你能夠禁戒肉體的私欲 你才會有真正的好行為 然後怎麼樣 人家就把榮耀歸給神 這個次序永遠不會變 為神有所怎麼樣 不行 才能為神有所行 你能夠禁戒肉體的私欲 你能夠禁戒 你控制得了自己的舌頭 你才有辦法真正服侍上帝 來榮耀上帝 我們再看一出聖經 因為聖經講說 喜愛耶華律法 我們看一下第二章 你的全書第二章的第一節 第一節 所以你們既除去一切的惡毒 詭詐並假善嫉妒和見毀謗的話 就要愛慕耳純淨奶 像財神嬰孩愛慕奶一樣 叫你們因此見長 以致得救 好 這邊講說給愛慕純淨奶 可是愛慕純淨奶的前面是什麼 除去一切惡毒 詭詐、假善、嫉妒、悔慌的話 你才有辦法愛慕純淨奶 不然你乃吃進去 不純不淨 你讀經 就是為了罵人 什麼都不會講 然後 你講冒為善 講冒為善是不是聖經的話 你居然知道 那你就說人家假冒為善 你的都聖經的話 因為你的心怎麼樣 不乾淨 所以你就不能怎麼樣 吃到那純淨的淨奶 乃是喝了 結果不存不淨 因為裡面那個乃吃進去 裡面的東西是髒的 一混起來也變髒了 所以我們一個人同心的時候 為什麼有一段時間叫安靜的時間 其實安靜的時間 它的內容是什麼呢 講開了就是認罪、悔改 認罪、悔改 結乾乾淨在他上面面前 放空自己 接受神的話語 你才忘了吃純淨奶 所以正面講 你們要 你們就使善要把聚法 作業思想 使善要把聚法 作業思想以前 就是怎麼樣 不從惡人計謀 不在罪人道路 不做宣滅人的座位 把裡面的整個的 惡毒、假善、嫉妒、毀棒 全都怎麼樣 全都挪開來 而且你把這個季節讀清楚的話 你發現這些東西 都不是跟行為直接有關係 都是怎麼樣 意念的東西 惡毒、詭詐、假善、嫉妒 有沒有 都是惡念 都是裡頭的惡的東西 都是隱藏的東西 都不是殺人、放火 事情上不是講說 所以你們要出去 殺人、放火、監禮 都不是這個 講的都是律法上 抓不住的東西 律法上沒有辦法判斷惡毒 有沒有辦法判斷惡毒 你在惡在土 你不做 律法做不到你 你沒有辦法 你再從鬼上 你不行出來 你怎麼樣 也做不到你 律法上沒有辦法抓到你 但是在神免光是罪 是罪的 所以聖經說 主要確定見操我知道我的性質 序列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裡面有什麼樣 有什麼惡行沒有 假如這個都除去了 他說我們叫人 艾瑪娜持人機的名來 所以今天我們為什麼 讀經沒有胃口 一打開身體就脫痛了 哦 讀起來 脫痛啊 那不知道 就算你現在讀經機碼 都會忽徒 讀完了 好讀完了 讀什麼 I don't know but I've finished 有點像孩子 學鋼琴一樣 你既然彈五遍 他上去啊 跟我啪 馬上去啊 一直 戴著 然後就可以 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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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媽媽炒菜真的 錯了 錯了錯了 他不管你了 弄完了 媽媽說 你彈錯了 Teacher said five times He didn't say correctly five times 他說我是彈五遍啊 我是彈了五遍啊 那彈了怎麼樣不管 那五遍就是五遍啊 媽媽的孩子就開始吵 所以那個炒菜也不吵了 就什麼 孩子吵起來了 然後感情就很不好 然後樓梯就快踩快了 孩子就上了房間 把門一關 所以門也壞了 樓梯也壞了 然後呢 但是整理一餐半 因為呢 晚上也沒什麼飯吃 而且教派也不下來吃飯 然後就開始僵著 到今天早上大家睡一覺 親切晚一點 再開始出去做了 哎呀 你發現很多時候我們這樣 我為什麼不喜歡上這畫 先見慣一下 我們裡頭有惡性的 所以假如你沒有了 你不佔罪人的道路了 你做宣判的錯位了 你不從惡人的寂寞了 聖經才開始講什麼 喜愛也還律法 奏業思想 這能丟你 不然你根本愛不下去神的律法 你覺得那個東西真的很無聊 然後再來我們思想一件事情 什麼叫做 奏業思想 約法律法 Meditate So day and night 什麼叫meditate 這個東西很抽象 你怎麼樣思想約法律法 而且還奏業思想 我用個例子可能會幫助你了解 你有沒有看過我小時候 我們是住城市 可是我有時候 暑假 暖假什麼 都會跑到鄉間區 因為我的媽媽他們是苗栗那邊的人 所以我們就會回鄉 回鄉去審慶 那麼鄉間住的時候 就跟隔壁孩子玩 他們放牛的 他們不讀書的放牛 很久以前了 很久以前了 你看我們都年紀那以前了 真的放牛了 那放了牛 後一回來放牛很辛苦了 後來放牛很輕鬆了 牛一放出去 他自己會吃草的 那天還沒有很熱的時候 六七點七八點 他們就在來吃草 草草草草 吃吃搖搖搖搖搖搖 那個木桶呢 就在來抓蝌蚪 牛吃草 他完 完完了以後 他也大的時候出來的時候 那個牛呢 剛剛把草吃完了 現在蹲在樹蔭底下 他做什麼 他也在吃東西 我就想他到底在吃什麼 有點像咬口香糖 不算是嚼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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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才明白 原來牛有四個胃 你知道牛有四個胃嗎 你就一個胃 他有四個胃 那為什麼四個胃呢 他就是把那個草 第一次吃進去 什麼樣 葫蘆吞 這搖搖搖差不多了 就吞起來了 然後他有辦法 從這個胃裡掏出來 怎麼樣 再把它攪完 再放到那個胃 這個厲害 我後來就明白 這叫主絕 這個叫做 反廚 他主絕完 他倒廚出來 他又能夠吃 然後他又把那個粗的東西 攪成細的 然後就消化 我覺得這個比較 叫做什麼 奏業思想 你早上讀進去以後 白一切的時候 開車也好 上班也好 坐下來的時候 就開始 嗯 那話有道理 主 就是道主 道餐 就開始吃 那怎麼 你說好 這個也了解 那怎麼會 奏業思想呢 其實奏業思想 我們都在奏業思想 一些事情 我以前在 跟這個 婦女們帶重奸查勁 一二十個人 哇 那鬧得很 那都是一些年輕媽媽 年輕媽媽 然後孩子 放在那個房間裡面 就在那 那他哭 反正那聲音是不斷 有孩子哭聲 尖叫哭聲 很正常的 媽媽 可是你有時候就發現 一個母親突然就 就站起來了 就走了 不曉得 怎麼會這樣子呢 為什麼她突然就站起來呢 那旁邊的媽媽說 她的孩子哭了 我說 我說那怪的 孩子都在哭 你怎麼知道哪個孩子哭了 欸 顶一否人 她抱進來 真是她的孩子 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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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她的孩子哭了 我在想她怎麼知道 她是她的孩子哭呢 因為她奏業思想 她的孩子聲音 她很清楚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 孩子生病過 有些孩子生病 聽譬如說她去讀MIT 她在那聲音 她給你講 媽媽 她有點疲惡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妳就來煮啊 去醫治她 煮啊 去帶領她 然後炒菜炒菜一半 就喊一下煮啊 有沒有 不是煮菜的煮 不是那個煮 煮啊 一邊煮一邊煮啊 不是說為了菜要好吃 而是妳的頭腦在想誰 現在兒子 她是奏業思想 我教會有一個姊妹 她女兒 最近不曉得為什麼 突然 跟她一般的人呢 就突然就是 決定要到 叫到非洲去爬大山 聽說非洲有一個 不是乃劫 不是乃劫 反正就是有一個 山是很高的山 她媽媽說 爬路很危險啊 怎樣去說 老闆妳在那 祷告會有音響 然後奏業思想 就每天一停下來 就講這句 那心裡面很惦記 我覺得這是奏業思想 奏業思想 奏業思想 別往話語什麼 神的話語一直影響妳的生活 影響妳生活的每個層面 影響妳每一個決定 這叫奏業思想 它好像一棵樹 栽在溪水旁 按時候結果是葉子也不枯乾 栽在溪水旁 希水旁邊是不是戒指的不孤寒 我們看一下以西結書第十七章 以西結書第十七章 以西結書第十七章 以西結裡面的比喻 耶和華的話臨到我 第二節 人子你要向以色列加出迷雨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 有一大一 四旁大 領毛長 羽毛豐滿 彩色俱備 來到余巴嫩 將橡貨樹的樹敲林去 就遮去橡貨樹井間的嫩枝 雕到貿易之地 放在買賣城中 又將以色列的地的枝子 在肥田裡擦在大水旁如苍柳樹 就漸漸生長 成為蔓延矮小的葡萄樹 怎麼樣 請問這一棵樹是不是在水旁 是 然後呢 香薄樹變成什麼樣 再弄清楚一點 香薄樹變成什麼 變成葡萄樹 香薄樹不變成 香薄樹 香薄樹變成葡萄樹 這是最種的變種 是什麼意思 香薄樹本來是一棵千年木 是又高又挺又大又硬 又綁蟲的一棵樹 可是現在變成葡萄樹 葡萄樹只能攀棉 只能倚靠 這是背後講什麼呢 講到以色列王約亞經被捕到哪裡去 被捕到芭萄去 目的要讓以色列國 永遠成為芭萄的附庸國 永遠成為他的附庸國 所以只能變葡萄樹 香薄樹會變成葡萄樹的 假如你在水邊是貿易地 操在大水邊 只是為了好處 最後你只能靠 這東西是不可靠的 這東西是不可靠的 耶穆米蘇17章5節8節說什麼 耶穆華如此說 因他必向沙漠的杜松不見福樂來到 卻要住在荒野乾爛之處 無人居住的簡歷 這次背後 耶穆米蘇背後都講什麼 講到亞哈謝想依靠亞述王 有沒有 依靠亞述王 所以亞述王幫他沒有 而且把聖殿的機制給拿了 那麼他說 那我們要怎麼辦呢 有了這個我就講這個 你看這個是誰 是你們的Faber 哈佛的耶 又打NBA 哈佛的 你看 可是我現在教你看的是這樣的事情 你看他當到Rocket去的時候 是怎麼樣 7號 後來他的Rocket的號碼變成是7號 為什麼7號會變成是7號 因為他越打越好 所以給他加分散 再好講的是7號 是不是這個樣子 你知道他不是嗎 你知道他願意為什麼會7號變成7號呢 這個Linsanity剛去的時候 很受歡迎 你看大家笑這個樣子有沒有 笑這個樣子 7號你看 多好啊 大家都 這個Juicy很好 那你再往下看 原因呢 你看看有沒有 我能不能拿起來 沒有 原因是這個 這個 來了一個什麼 Camillo有沒有 Camillo在那個 在那個NIC打幾號的 他打7號的 就人家要7號 他只能要是7號 你有沒有發現 人事件就是這個樣子 7號我要 那個Sinality 我不管他幾號 所以人家他知道怎麼樣 他這樣拿是7號 你依靠人 這就是你所依靠的結果 有什麼人可以依靠 依靠上帝 是個堅定的 但是依靠人呢 是個不堅定的 你的心依靠誰 你依靠在貿易之間大水邊嗎 你只能成為一顆葡萄水 你不會成一個香葡萄 但是他說 耶利米斯 7號7.89 說 你依靠一要法人 也有我還未可靠人有福了 他不像樹栽在水旁 在河邊扎根 河邊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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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結果不止呢 原因是因為這個水 不是從地上來的 地上的水可以乾 上帝的水不能乾 因為這個水 在在西水旁 這個水不是地上的水 你說不是地上的水 要從哪裡來呢 我們看一下 以西結書第47章 他帶我回到墊門 見墊的門檻下 流水往東流出 這水從墊下 從墊的右邊 在祭壇南邊往下流 他帶我出北門 又靈活從外邊轉 到曹洞的外門 見水從右邊流出 所以這個水是從哪裡流出來的 神的墊流出來的 我們再看一下 啟示錄22章 啟示錄22章 第一節 啟示錄22章第一節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內 街道當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 從哪裡流出來 從神的高原的寶座流出來 從高原的神的寶座流出來 在河的這邊那邊 有生命樹 結十二樣果子 每月都結果子 樹上的葉子 來為萬民 依治萬民 所以這篇 假如說 把一棵樹站在溪水旁 這個溪水旁 不是指到世上的水 不是 不是巴比倫 冒浴之地 大水的邊 這個水是什麼水 是從神的墊流出來的水 你所吸收的東西 最後你這個香榻樹 只會變成這棵樹 你只會變成葡萄樹 你只能依附人家 但是從神的墊流出來的這個水 就滿了上帝的恩典 滿了上帝的聖節 我今天沒有時間講那個部分 但是記得 你在溪水旁 這個水呢 就連根栽在那裡 那麼你會怎麼樣 按時候結果子 按時候結果子 你的葉子也不鋪乾 這個是下次我再來講 這個部分 好 那麼二人呢 二人如同康兵 被風吹散 我用一個比較簡單的解釋 就是怎樣 就是無根 無業無貨 他不知道往哪裡去 風啊 往哪裡吹 你就往哪裡走 而且被風吹散 你找到人生的一個目 人生的目標 這就是 所以 我們就想跟你們提一下說 你的根栽在哪裡重要不重要 你只有一個地方可以栽了 栽在上帝河的 怎麼樣 在旁邊 在旁邊 不要佔罪人道路 不要 不要 不要從惡人計謀 不佔罪人道路 不做序門的作為 你注意這三個字 Walk Stand Sit 而且這個犯罪的開始 都是同樣 把上個驚嘆號 來個問號開始 所以當你的事情開始懷疑的時候 開始要做解釋的時候 我的建議是說 趕快禱告 不要再聽 把耳朵摸起來 因為魔鬼是善於對話 他會給你很多理由 說沒關係啊 所以為什麼很多女孩子會上當 那哪孩子給他講什麼 反正我不要解婚 我一定娶你 不騙你的啦 我怎麼看我騙你嗎 我為你這樣 我老半天啊 你要只想想 對 反正這個東西 早晚還要吃了 聖誕節 所以你沒道先開吧 把它現在有用 你就會出問題 你懂意思嗎 但你要懷疑 上帝給你驚嘆號 你能不能改成問號 假如你能夠改成問號 後面什麼戰罪的道路做出來 都不會發生 而且你不會後悔 聽我的話 這是所有的開始 你能為神有所不行 也能為神有所行 你有當你的故會詭詐出去以後 你才會使愛那純淨的靈難 像財神一樣 愛慕難一樣 因此見長 以致得救 假如那個沒有純淨 你沒有辦法奏業思想要垮 詩篇第一篇只是第一天 對你沒有關係 但這一篇聖經 有很強烈的實行性 不是一個詩篇而已 是你遵守 你就能夠通膽的一個道路 因為在上帝的面前 所以你要想一棵樹再帶去誰 你在 後面當然還有 但是我不能再講下去 他說呢 他是一人的道路呢 他是有福的 把他所做的盡都順利 約會知道一人的道路 那惡人的結局呢 必站立不住 他必遭受審判 必站立不住 所以他必要內王 這是他的一個結局 我大概可以講一個 一個 這個是比較難擠的 我幫你們解一下 約會知道一人的道路 那道具是什麼意思 那約會不知道罪人的道路嗎 所以這個字呢 是他有點講究的 這個就是 其實他是講到 intimately 神跟他發生的關係 神知道人的道路 惡人的道路 他不知道 就是說 我們有點像 神經講說 你要在聖事上做大人 在惡事上做嬰孩 你要在惡事上做嬰孩 那麼 舉個來講 神為什麼知道一人 然後他說這個人 我認識他 讓他可以進來 最後講這個例子 我就下去 因為等一下 我要去南部角道 要開差不多一兩個小時 所以 你們知道 查理曼大帝嗎 查理曼大帝呢 查理曼大帝呢 在這個 Alex Kondel 他所寫了一個 A story of the shaman 查理曼大帝的故事 裡面他寫到這樣的事情 他說查理曼大帝死了以後 查理曼大帝是公元八百年的人 他是真正的軍權神獸的實行者 利歐三次給安立了以後 他為基督教會打遍天下 他身高欺齒 又稱為常人 這麼一個人物 那麼他一生呢 為整個羅馬帝國拼命 也為基督教拼命 對那個 應該講說 教廷拼命的這麼一個王 他死了以後呢 要厚葬他 所以他的棺木呢 就從那個 就從那個 就從黃公民抬出來 那前面有個司儀官 司儀官 要把這個棺木抬到這個 教堂裡面呢 去做理事 可是他到教堂前面去的時候 就發現教堂的門 緊閉不開 那麼這隊伍很大 大家停在那裡呢 他就用他們的那個 司儀仗 就敲了這個 教堂門 然後裡面就有個聲音 那裡面Bishop 那個Bishop問的事情 他說 Who comes? 他說誰來了? 他就給他打個字 寫下來 The Lord and the King of the Roman Empire 他說 那個 羅馬帝國的主跟王來了 裡面那個人不要回答 Him I know not 這個人我不認識 就打不開 那他怎麼辦呢 他只好再敲門 他說 Who comes?誰來了? 他就謙卑一點 這個司儀官講說 Charles The Great Good and Honest Man of Earth 哇 都變成人了 這個誠實而為的好人 Charles今天來了 他講什麼 裡面的聲音說 Him I know not 這個人我也不認識 哇 他很緊張 他再敲一次 他說 Who comes? But Charles A lowly sinner Who begs the gift of the Christ 他說 查理呢 一個很低賤的罪人 要求耶穌基督的恩典 然後裡面就聲音說 The one I know Enter 這個我知道了 進來 進來 所以我們就想像 神知道義人 不是因為他的好行為 而是因為他倚靠神 因為他在栽在溪水旁 你要把這個跟前面連起來 因為他栽在溪水旁 神說在溪水旁 這個我知道 因為他是靠著恩典來行義的 所以他這個 這個我知道 所以神知道義人的道路 為什麼知道呢 因為義人的道路跟他的連結 義人的道路仰賴他的恩典 義人的道路結果是榮耀他 所以 這個我知道 所以姚姊妹 你的根在哪裡 在一年的開始 讓我們思想一下 你的根是不是在在耶穌基督的恩典 聖經和生命裡面 恩典主 人的話也有實際 你的道講出來 不如不要問回 所以你藉這個道 讓你昼夜思想 主我們多少時候 把你驚嘆號 改成問號 於是我們就開始犯罪 所以一步一步往下方 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 讓我們在你的道中 能夠站在水上 靠著恩典而接果子 葉子不苦干 我們感謝你 要告感謝 奉耶穌基督 謝謝劉國師的傳道品 下面是我們的文映時歌 請大家起立 我們來唱 三百二十三 凡事必能求救 繼續 我們來採用